台積會 張曉雷達 陳前會長 他就是單純的一個吊唸 吊唸的一個行程 我們台積會 站在地主這樣的一個身份 我們也是以理接待 一進來我看到陳前會長 他的表情非常的哀傷 非常的慎慕 我陪他到二樓的時候 有一些照片 那麼陳前會長 他追憶到當時 跟這個姜董 一起見面的這個情景 兩個人畢竟曾經 有過八次的協商 簽署十八項協議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兩個人等於是說 也建立了情影 建立了瞭解 所以陳前會長 他跟我說 其實他跟姜前董事長 本來約好 下個月就要見面 也沒想到 這麼突然就走了 他那種非常哀傷的表情 其實我也蠻感動的 可以看出兩位 兩位 他們這兩位 中間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你覺得會長過來 有代表什麼 想念他嗎 我想他這一次來就是 就是說大家就是把任務 單純化 對一位老朋友 來表達他的追導的意思 現在看來還是個人的活動 並非兩岸關係 有任何進展 我覺得就是一個單純的一個 一個哀導追思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兩岸這麼多的人員的往來交流 應該要多 就是說應該要多多的互動 多多的溝通 多的對話 都從人民的這個福祉來著想 那麼希望兩岸是永遠和平 穩定繁榮發展這樣的狀態 那剛剛進場的時候 陳前會長似乎跟您也聊了一些事情 大概有聊什麼嗎 就是我說初次見面感到很榮幸 那麼他也是說 久仰大明彼此我們就是以理相待 彼此我有歡迎他來到海基會 那麼走的時候 我也期待我們後會有期 歡迎他能夠再度來台灣 我也期待將來有機會 跟他再次見面 那所謂後會有期 有沒有具體講到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就是 希望能夠有機會見面 會長有帶任何的話 沒有 這次就是單純的一個 調宴的一個行程 董事長有跟國台辦的 綜合局局長動到嗎 這次主要就是接待 這個陳英玲前前會長